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曹魏势力当中武子良将之一可以说也是非常优秀的一名武将了 而纵观徐晃的一生可以说是纵横沙场 战功赫赫 为曹魏的建立与壮大立下了汉马功劳 而他的能力也被世人所认可 成为曹魏的武子良将之一 而曹操也对他青睐有加 将其奉为战神 但是说起来徐晃之死可以说是十分的憋屈 接下来就从演艺当中的描述来了解一下徐晃的一生 以及其最后死去的原因 首先来介绍一下演艺当中徐晃的生平 徐晃在演艺当中可以说是曹魏势力的元老级人物 从很早就开始跟随曹操 徐晃刚刚出场的时候是作为杨凤的部将 仅仅一个回合就斩杀了敌将崔勇 可以说刚刚开始就十分的勇猛 而后来他又与徐楚交战 五十回合二人打成平手 后来从杨凤手下归顺于曹操 可以说是安前马后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演艺第二十五回合当中 徐晃与当时袁绍手下的大将严良交战 二十回合被严良所败 而后来严良被关羽所杀 可以说相对比于五圣关羽来说 徐晃的个人实力还是要插上了不止一筹 但这并不妨碍徐晃成为演艺当中的一流武将 毕竟单从单挑来说 徐晃单单就是五十回合平徐楚就足以自傲了 可以说这也是徐晃的成名一战 而徐晃的实力远不止于此 他在统兵方面也十分的优秀 跟随曹操南征北战 可以说是战功赫赫立下了无数的功劳 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官渡 赤壁 渭水等战役 而在这其中徐晃可以说是有着上家的表现 而这也就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徐晃的统帅才华 其次再来说一说为何曹操称徐晃为战神 那是因为徐晃跟随时间早 参与战争多 统兵能力强 故而有这种说法 其实徐晃最有名气的一战并非是官渡之战 而是后来解为了关羽的北伐 当时演义当中 关羽率领部队进攻樊城地区 恰巧天降暴雨 关羽就水淹七军 擒获于尽 斩杀旁德 一时间风头无两 危阵滑下 而此战过后 关羽的战神地位得以确定 当曹操得知这个消息时 甚至是有了迁都的想法 而徐晃就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 率领部队前往支援 而此战当中 徐晃展现了其过人的军事才华 面对刚刚取得大晟的关羽 徐晃并没有惧怕 而是选择迎难而上 在他的统帅下 魏军很快就站住了阵脚 而后来更是在徐晃的指挥下击退了蜀军的进攻 可以说 此战当中 最大的功臣就是徐晃 而曹操也对其褒奖有加 将其称之为战神 与此同时 很有意思的是 当时徐晃与蜀国的关羽关系十分良好 二人在交债之前还曾经有过短暂的交流 但是据三国演义原文描述 晃回顾众将 立声大叫约 若取得云掌守级者 众赏千金 功金曰 功名何出此言 谎曰 今日乃国家之事 某不敢以私废功 言起 徽大府直取 可以说 徐晃的为人可见一般 如此功思分明 有有有谋的武将 也就难怪曹操对他大加赞赏 最后再来说一说 徐晃之死 在正史当中 徐晃是因为年老染病 最终驾河西去的 可以说还算是死得比较安详 而在演义当中 徐晃之死更多的是增添了几分悲情色彩 当时蜀汉的诸葛亮发动了第一次北伐 在上庸的首将孟达意图背叛曹魏 于是徐晃作为副将和司马仪一道前往征讨 但是很不幸的是 在城门口叫阵的时候 被一箭射中额头 不幸去世 而据演义原文描述 关羽兵败麦城 曾派出料化向上庸的刘峰求援 然而 在孟达的劝诫下 刘峰拒绝出兵救援关羽 导致关羽最终被杀 刘备诸葛亮知晓此事后 有意责备刘峰和孟达 而孟达也与刘峰不和 最终干脆就直接投降了曹魏 在孟达的帮助下 曹军最终夺取了上庸郡 刘备去世后 诸葛亮率军北伐 而此时 曹魏皇帝变成了曹瑞 孟达在曹魏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受重用了 反而受到了大臣的猜忌 孟达心中不安 想要投降诸葛亮 重回蜀汉 面对此等好消息 诸葛亮当然十分愿意 与孟达约定了投降等事宜 然而 这件事却被司马懿给提前知道了 于是 司马懿率军出征上庸 路上遇到徐晃 便任命徐晃为先锋 徐晃率军冲到上庸城下 孟达已经关闭了城门 收起了吊桥 于是 徐晃大呼 反贼孟达早早受降 孟达大怒 命令手下放箭 结果就正好射中了徐晃的额头 重伤不治 当夜就死于军中 也就是说 徐晃的死完全就是个意外 他被孟达偷袭了 一代战神就这样因为自己的鲁莽 冲到敌人的城下 被敌箭射中而亡 实话说 这种死法对于一般冲锋的士兵还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对于像徐晃这样的武将则是比较憋屈的了 在乙方占据军事优势的时候 专门跑去敌方城下送人头 真是鲁莽 纵观演绎当中 徐晃的一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 早年就加入到曹魏集团当中 跟随曹操南征北战 从最早的关渡之战到赤比之战 乃至于后来的抵挡关羽 可以说徐晃的一生与战争已经离不开关系了 而曹操对徐晃可以说也是青睐有加 其关禄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但是这样优秀的武将 最终在演绎当中却死于以此偷袭 不由地让人感到无比的憋屈 与此同时也因为他的死而惋惜 徐晃一生身经百战 历经艰险屡历战功 他对敌国的猛将有徐楚 严良 文丑 张飞 赵云 黄忠 庞德 关羽 关平等 经过如此多的恶战 都能够全身而退 徐晃还善于练兵 他将一帮新兵弹子 训练成军纪严明 奋勇善战的真正使兵 并且在支援樊城的战斗中 长驱直入 连破九寨 击退了关羽的大军 被曹操称之为 真有周亚夫之风仪 竟封为 征男将军 徐晃 英雄一世 居然在新城 倒在孟达这种鼠辈的见下 确实是一种悲哀 大家都知道 关羽当年 土山被困 降汉不降曹 到了曹军营中 与张辽 徐晃两人 相交甚后 向关羽学到很多东西 壮年相从 多蒙教诲 而关羽 张辽和徐晃的防建能力 都很差 真是 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 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灯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